大家好 又到了《日韓說財經》的時間 這個禮拜重要大事巧的了 美國 歐洲好多的國家都要在這個禮拜 公佈製造業跟服務業財庫建指數PMI 另外美國4月份的職位空缺 5月份的失業率非農就業人數也是要公佈的 還有歐元區的4月份的零售銷售 先針對美國就業市場這麼多的重要數字 一起幫您進行掌握 5月份的非農就業跟失業率非常的重要 那是因為4月份的時候 你看黑色那條線 黑色那條線就是4月份的失業率又來到了3.9% 兩年多來的高點 而且非農就業人數之前都是30幾萬人 調到只剩下17.5萬人 4月份的數字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聯準會有一些的官員 鴿派的立場 他們說你看就業市場出現了一些皮態 所以當然要早一點點降息了 所以就業市場真的出現皮態嗎 請往右邊看 先看黃色那條線 黃色的是自主離職 去年5月份的時候是400萬人 來到了今年的3月份 332萬人 這條線真的非常重要 自主離職這條線是薪資增長的領先指標 什麼意思呢 你想看看如果就業市場真的很緊俏的話 那麼很多的公司都急著找員工 那麼找不到員工該怎麼辦 加薪水啊 所以那麼多公司加薪水 請問員工會不會想要離職換工作 因為薪水更高 會的 換句話說 自主離職的這條線 如果是往上代表就業市場是緊俏的 往上轉職薪水更好 可往下薪資是停滯的 就業市場緊俏情況 沒有像之前那麼樣的強了 難怪紅色這條是招聘數 往下掉 從600多萬人掉到550萬人 意味著就業市場 不再像之前那樣擴張的情況 那就可以理解了 職位空缺數 從去年5月份的931萬人 掉到今年3月份 只剩下848萬人 因此歸納一下 美國的就業市場 確實稍微有點冷下來 是嗎 矛盾吊詭事情發生了 請往左下方看 最近5年非農就業 也就服務業的就業人數 涵蓋了教育醫療 政府就業 專業技術 休閒娛樂 零售銷售等等 您看看 就業總人口數 不斷的在網上做攀高 服務市場喔 所以我們不禁想問 美國的就業市場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如果美國就業市場 真的不好的話 那麼美國的經濟復蘇率的 是會被削減的 是會被打折扣的 因此找答案 我們就從 被否理期曲線找答案囉 被否理期曲線很簡單 橫軸是失業率 縱軸是職位空缺率 失業率往右 失業率拉高 縱軸職位空缺數下 是往下掉的 先把時間拉到了2008 2009年 美國自己防貸風暴 那時候全球金融大海嘯還記得嗎 所以咯企業經營不好 倒了職位空缺數 但就往下掉 因此先看右下方 2009年10月份 金融大海嘯 全世界的經濟都衰退 美國何嘗不是呢 就在那個時間點上 美國的職缺率掉到 只剩下1.8% 失業率拉高到10% 何況又說回來 利空風暴總有走的那麼一天 更況經濟衰退 政府會推出更多的刺激財政政策 或貨幣政策讓經濟轉好 所以咯看仔細了 本來被否里期曲線 在利空風暴襲擊之下 直缺往下掉 然後失業率攀高 所以從左上到右下 走出這樣一個方向 但是當經濟慢慢的轉好 利空持續的淡化之後 經濟轉好 那麼被否里期曲線 就會變成逆時中的往上走 從右下走到了左上 因為職位空缺數增加了 失業率當然就掉下來了 因此請看 2010年經濟逐漸的轉好 所以那條線就 逆時針的往上轉 直缺增加了 失業率就掉下來了 因此就有人在講了 2019年2020年 COVID-19衝擊之下 是不是美國的就業市場 又走出了被否里期曲線呢 沒有錯 我們再來看一下囉 因為利空衝擊之下 COVID-19影響到全世界 每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 經濟都不好 經濟不好 企業經營不下去 當然 職缺就會往下掉了 因此你看 又從左上到右下 走到了2020年的4月份 職缺率掉到只剩下3.4% 失業率拉高到14.8% 可是當疫苗出現了 大家都打了疫苗 再加上疫情變成了流感化 還有很多的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推圖之下 慢慢的經濟轉好 經濟一轉好 職位空缺數 就從右下開始往左上爬了 逆時針的這麼一爬 職位空缺數增加了 因為企業慢慢回復正常化 所以失業率也跟著往下掉 這就是被否里期曲線 因此請看左上方 到了2022年4月份的時候 美國經濟逐漸的轉好 逆時針轉彎向上之後 職缺率拉高喔 拉高來到了7.2% 失業率掉到3.7% 在被否里期曲線 在美國準了 COVID-19衝擊之下喔 但話說回來 為什麼論文傑在標題又寫了 後又失準 理由請看右下方 哎 那時間已經來到了2024年了 不是2022年 照理說美國經濟是越來越好 職位空缺數是越來越多 失業率是掉到越來越低 那麼請問為什麼 今年的3月份職缺率 竟然只有5.1% 2022年4月份職缺率是7.2% 現在更少 職缺 然後失業率呢 3.9% 4月份的失業率3.9% 跟之前的3.77% 是差不多的 為什麼職缺沒有一直在做增加 為什麼失業率沒有往下掉呢 這就是我們想問的 被否里期曲線 現在在美國又失準了嗎 請問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 理由就在這 美國就業市場出現了結構性的轉變 正常情況來說 一後經濟是持續轉好 所以職位空缺是往上增加的 失業率是往下掉 但一後 職缺率沒有繼續增加 失業率也沒有繼續往下掉喔 到底為什麼 還有一點 時間往今年以前拉 你想看看 是不是聽到很多的消息傳出來 美國很多科技大廠大財源 大財源之下 科技的職缺是大減的喔 所以正常判斷 失業率應該是要拉高的 那what 為什麼美國失業率又沒有拉高 因此我們就來追這兩個答案 一個失業率為何沒拉高 再來追失業率為何沒往下降 失業率沒拉高的理由 請看右下方的大柄圖 確實 美國很多的科技大廠大財源 那是因為AI舉起之下 很多的事情AI能夠做 幹嘛要聘請員工來做呢 所以才會進行裁員 在叫AI舉起之下的結構性失業 更換說回來 就算科技業裁員很多 但您看科技業的總就業人數 它的佔比在美國總就業人口數喔 只有0.3% 真的好少好少 美國的總就業市場 主要的就業人數 是來自於服務業 佔比高達71%喔 而且服務業的就業人口 就業的員工 員工工作很穩定 離職率很低 然後呢 服務業越來越熱 還繼續在招聘員工呢 因此請往左邊看 失業率的公式 就是失業人口除以勞動力人數 勞動力人口指的是15歲以上 可以工作的人口 包括了就業人數跟失業者 換句話說 確實分辭失業人口 因為科技業在裁員嘛 所以約率有點增加 但分母部分呢 勞動力人數 因為橘色的那一條 服務業的總就業人數 不斷的在做拉高 一來佔比很大 二來還招聘員工 所以呢分母部分呢 佔比是越來越大 這就是失業率 為什麼沒有往上拉高的理由 那我們再來追 為什麼失業率 也沒有繼續往下降呢 請看第二點 因為呢 服務業才是美國就業市場的 最重要的中間力量 只要美國的內區市場強 他們服務業的就業需求 就會不斷的在做增加 這就是之前 楊安姐說過的 你還記得嗎 美國市場 就業市場 是不是慢慢的來到了 充分就業 也就是自然失業率的情況呢 如果已經充分就業 自然失業 那麼當然失業率 就頂在均衡點 不會往下掉了 所以為什麼失業率沒拉高 為什麼失業率沒有繼續降 您這樣就可以理解了 而且從這個數字更可以佐證 美國服務業PMI採購戒嚴指數 紅色那一條 長達18個月時間 美國服務業PMI 只有兩個月是在50以下喔 相反的看藍色那一條 製造業PMI 一樣18個月的時間 竟然只有一個月是在50以上 50以上成長擴張 50以下是微縮衰退 這證明了 美國的經濟靠的是在內需服務消費 帶動了主要的經濟火種 美國的經濟成長率高達7成以上 來自於consumption內需消費喔 而這個情況跟歐洲有點雷同 請看右邊 歐洲喔 德國跟法國 他們消費各自國家 佔的GDP都在五成以上 而德國是歐元區的第一大經濟體 法國歐元區的第二大經濟體 歐元區20個國家 德國跟法國貢獻歐元區的GDP 就佔了1 2強 請看表格 真的 德國 法國跟英國 你看服務業PMI 多數都是紅字的 而且看仔細了 如果光看服務業PMI 英國 強過德國 更強過法國 製造業多數都是黑的 意味著歐洲跟美國 尤其是在歐洲部分呢 只要內需市場稍微穩定一點點 經濟是有點起色的 但潤韓姐剛有說了 歐元區多達20個國家 換句話說 你光靠一個第一大第二大的經濟體 德法有什麼用呢 請往上看 歐元區近兩年的零售銷售 竟然在今年的3月份 才有負轉正喔 多達17個月是負值的 換言之 除了德法之外 其他歐元區的18個國家 他們的經濟消費力道都是偏疲軟的 因此只要見到歐元區的零售銷售數字 還是在零週以上上上下下 那麼歐元區的經濟喔 富足的力道依舊是偏弱 甚至不排除有衰退的可能性 之前跟您提過這個觀點 因此跟您下結論了 也就是這個禮拜 美國數字如果看到非農人數下 卸率上 職位空缺降 這種情況 如果可以扭轉的話 那麼美國就業市場 是逐漸的出現了 比較陽光的訊號 因為市場好壞 牽動美國聯種會降息情形 包括了時間軸 另外 美國內需消費 佔的經濟成長率多達7成 歐洲內需消費佔的GDP5成 因此 美國歐洲 注意一下 他們的零售銷售數字 包括了服務業PMI 如果還是保持火熱的情況 那麼美歐的經濟 就能夠在穩健復速當中更加溫 尤其是美國歐洲 要再多觀察一下他們的面向 因為歐洲經濟現在複蘇力道不夠強 以上就是今天的瑞涵收財經 與您做分享 我們下個禮拜天再見囉 請願死在覆蓋 請黄歌 開示了 您的開示了 您在 Domyn 以為 充足